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未来两岸都能够把这方面的这些智能一起大家来交流 台湾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未来如果人工智能 这个AI的自驾车能够在台湾街头整体的来行驶的话 相信对于很多不幸的车辆的撞击的事件可以把它降低 不管是在这个公车 卡车 小车 计程车 亦或是未来的高铁跟火车 我想都可以同意来到来运用 只要是人类能够做的这些驾驶的这些车辆 都可以来使用 希望大家一起把海峡两岸的我们的同胞一起来合作 让我们未来街头更加的平安美好 在搭乘的过程里面觉得整个车况非常平稳 也没有用急刹车的方式 那感觉非常的安全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示范区 也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受 因为过去在我们台北市 也曾经有在市营运 就是在公车的方面 做这个无人驾驶车 不过很可惜的 后来就无疾而终 那我想这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今天的参访 对我们来讲真的收获很多 那么你们会把相关的经验 带回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 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未来台北市也能够赶上 也能够搭上这个AI智能 无人驾驶车的一个列车 刚刚真的是 我自己就觉得 我叫做有姥姥敬大观人 大开眼睛 打个分吗 打个分啦 我觉得还是要留一点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给他打95分 我刚刚一下来的时候 到了这边 我解开安全带 马上就 我再测试一下 有没有叫 马上叫我 马上这个 说在行驶中马上系障 安全带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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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